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之前我在美国留学 那美国真的是汽车的天堂 我也在美国开了好多好多种车 从德国车的B&W 到那个日本车的Camry 然后之后又换成Sunderburg 你不是当学生而已吗 当学生兼赛车手 然后还包括Pondiak 这两台叫Sunderburg 雷鸟 火鸟 它的cc数是4800cc 4800cc 台湾根本找不到 那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 我那时候住在波士顿 波士顿都是冰天雪地 那时候大概12月 我们要从波士顿到Miami去 那结果就一路冰天雪地 从波士顿New York 到Washington DC 然后一路都是冰天雪地 那就好玩来了 我从来没到过乡下地方 什么叫乡下地方 南卡 罗兰纳州 它的高速公路就只有两线而已 那不是不稀奇 我们以前看电影的时候 我们看到说 你开车的时候 突然有一颗球滚过去 草球 草已经变成一颗大球这样滚过去 我当时以为那是电影情节而已 结果当我开到南卡的时候 我真的看到状况 在高速公路 因为那时候天气一变好了 已经没有下雪了 而且可以看到一些阳光 那结果那时候的话 我第一次看到草球 从那个 从那树堆这样滚出来 滚出来会紧张啊 虽然说它是草 可是怕会撞到 所以说那时候 我就把方向盘稍微一偏 就一偏的时候 我的右前人就爆胎了 右前人爆胎 还好 我还是专业的一个车手 当你遇到爆胎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请两位专家 帮我修正 第一个 我绝对不碰方向盘 我反而是把手去排档 把它排到低速档 你也不要踩刹车 就排到低速档 让它用那个低速档 来控制它的一个引擎 让它速度变慢 然后再慢慢去 慢慢去踩刹车 修正方向盘 那就后来呢 那highway patrol也来了 我忘了是92和95 那个highway 92和95 highway patrol也来了 然后AAA也来了 没人看一看说 你这胎压不够爆胎 我说怎么可能啦 台湾你看我们在台湾 像我们年轻的一辈 我们以前在没有胎压 针測器之前 我们怎么检查轮胎的 一定都是跟机车车司机一样 站在轮胎上面踩 我跟着踩 我踩不住所以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是加油的时候 不知道谁规定 一定要推车子 一定要推着 晃晃晃晃晃晃 那这样油才加得多 那么至少那一次保住命 保住命 所以说我是觉得 胎压针測器 应该是有它的一个所谓必要性 毕竟那个警察跟我讲说 那是你的胎压不足 我说怎么可能胎压不足 我都踩过轮胎 对啊 因为我们只知道说用踩的 把台湾经验移植到美国 就发现那是错误的 乃哥问一下 他刚刚这样状况 这样处理是OK的吗 其实如果正常 正常如果发生爆胎 不管怎么样 不要踩刹车是正确的 对 那我们以前做一些爆胎的测试 告诉经过爆胎测试的时候 其实我们尽量的是说 你放松你的双手 但是你抓 你还是要抓 还是要hold住你的方向盘 虽然现在车子在边甩的过程中 方向盘是一直会维持直线 但是你还是要去控 想办法去控制它的方向 但是不要刻意去控制 你只是要稳住那台车而已 那一般来说就是这样 不要急踩擦车 排低速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当然不是一次拉下来 可能就往下拉一点 就等于说其实刚闻 那个不算是一个错误示范 这还算是一个还蛮机灵的 拉到那个手刹车 千万不可以 你不要错误示范了 好我们就来看到说的 其实在这个胎压侦测器的部分 台湾也即将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 从11月份开始 下下个月 强制规定所有的新车必须安装了 到了这个105年的7月份 将要扩大到所有的新旧车辆 所有都必须要安装的这个胎压侦测器 其实在这个美国早就已经这样做了 这个问一下Eric 在台湾针对胎压侦测器的接受度高吗 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多人 在开始主动的去安装这个胎压侦测器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做一个胎压侦测器的一个分析 其实有两种胎压侦测器 像大概欧系的车子 常常比较普遍使用的一些胎压侦测方式 其实它是利用我们控制这个ABS的这个系统 抓这个车轮的转速 因为如果你其中有某一颗轮胎 气压过多或过少的时候 你的转速会跟其他三个轮值是不一样的 那它经过这个电脑运算之后就会发觉 这个胎压可能有问题 所以它就会在仪表板上有个灯号告诉你说你的胎压有问题 但是这个情形之下呢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是哪一个轮胎出了问题 所以这个就必须再去靠轮胎行的检查 利用额外的胎压表去做检查 那台湾目前这个在今年十一月开始就是强制要求 新生产的出厂车辆都必须要安装这个胎压侦测器 是跟美规的系统是一样是这个TPMS 就是叫做无线胎压侦测器 那这个胎压侦测器是安装在轮胎内 或者是气嘴上 所以它有四个独立的侦测器 分别能够侦测四个轮子的胎压 包含温度 那它必须它有一个规范 必须在就是说胎压落差在20% 超过20%的时候呢 它必须在十分钟之内产生一个警示的耗制 那这个在今年的这个实施的这个东西 法规上都有解释这一块 那胎压侦测器 十分钟之内会不会太慢啊 其实感觉上是很慢 但是这是对于产品检测上的一个要求 法规而已 它是法规而已 对 其实我们在看现在目前很多人主动去加装的这个胎压侦测器 其实以我们现在实物上的经验来看 四个胎压侦测器必须要跟你的显示面板连线 对 所以你发动车辆多久可以抓到你的轮胎的胎压 跟这个台温 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因为台湾不像美国 一开车出去就是40分钟一个小时 尤其我们像我们刚刚录影就从家里过来 也不过开五分钟就到了 所以在这你根本就 从北投到这边才五分钟 所以它会有一个空窗期吗 对对对 你如果连线的速度过慢的时候呢 就会让 根本就无效的 对根本就是等于是无效 你已经 你没有发觉台下 正是告诉你有这个 你的轮胎已经有异常 你还在行驶 你等于是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危险当中 就等于说短前方面 它还是有它一定的限制性 不过我们来看到说 好台湾现在11月份开始要加装了 这个台下侦测器 那这个侦测器到底是谁在做的呢 我们就来看到了 就是落在了维生的身上 这个维生呢 其实是这个上市公司啦 这个最近股价飙得很凶 就要问一下这个文恩了 怎么看 可以做到一哥 那么要讲台下政策器 真的要讲维生 那讲维生不得不提到 他们的游董事长 他真的是世界蝴蝶天才 那游董事长他出生于1956年 然后他家是务农的 那么其实他只有国小毕业 可是问题他的股价 竟然从100块涨到300块 他有他的一个所谓秘密之所在 那么基本上游董事长 他有一些所谓的座右银 我觉得这应该跟同学朋友分享 愿意学习 愿意学习它是一件事情 更重要的一个所谓重点 只要能做 他都做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他当初从退伍之后 他先到他表哥的一个所谓的 汽车零件厂去当 salesman 那么当时的话 因为整个他的发迹第一桶金 是来自于那时候的两一战争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在1980的时候 因为两一战争的时候 战争造成很多车辆的破坏 所以他需要很多的一个所谓零件 所以说呢 那时候他的一个所谓产品 他表哥所代理的一些所谓产品 或者所制造的一些所谓零主件热卖 那结果呢他的发迹期是真的是来自于政府 当时的1984年那时候 政府有推出所谓汽车工业专案 那汽车工业的话 他让台湾的一个所谓汽车开始普及 而且台湾的零主件也开始出现一个发展 结果他在1989就成立了维生这一家公司 大家写起来1989 我都背得出来 你也要背得出来 那么重点在于哪里 那时候的话呢 很多贸易商跟他说 我们台湾虽然会做很多汽车零件 可是还是很多关键性的零主件 我们还是要从美国还是要从欧洲进口 好有够贵的 看起来没什么贵贵 怎么不贵贵 结果呢他的桌柔名说 没关系 只要你给我做 我一定做得出来 就他开始开开发 不管包括车门 不管包括所谓的钢材 甚至排气管 Tail pipe 或甚至所谓雨刷 他都已经有办法生产了 而且他做出来的品质 既然会比原厂好 然后这时候的话 他已经得到 美国人开始看 这高音啊 我们这么厉害 我们这么多工程师 竟然租给一个游先生 结果后来的话 他也得到了美国 不管包括GM 包括克莱斯勒的一个认证 认证哦 原厂认证 等于说他的零件 也是属于原厂的 而且你要知道 原厂跟那个AM厂 有什么差别 原厂他的利润会比较高 结果我们游董事长 我说真的 真的是天才 你知道吗 他常非底特律嘛 因为要跟美国人 去交换什么零件 对对 他既然说有一天坐在飞机上 他往下看说奇怪了 我上个月来的时候 底特律的灯火是通明的 我怎么这个月来的 灯火少了一半 下个月去 怎么越来越少 会不会倒掉啊 所以那时候他就担心说 如果我一直跟着原厂跑 没有错 我可以享受比较高的利润 可是问题呢 如果原厂客户 他的销售端不好 因为当时他最大客户是 克莱斯勒和吉尔 那你也知道那时候金融风暴的时候 其实这两家公司 他卖的车 卖的数量并不好 所以说他就开始想说 那我还是回到AM市场好了 结果那时候他也看到 胎压蒸热器 第一个在美国 也开始立法了 而且美国强制倒装胎压蒸热器 他就开始呢 做研究 他想说 这个市场还这么样的大 而且未来欧洲啊 韩国日本都要跟着跟进 所有的车道装胎压蒸热器 那只是说他一开始在做胎压蒸热器 他遇到一个瓶颈 他等同于说胎压蒸热器很有趣 比如说我B&W 原厂的B&W的胎压蒸热器 有没有办法用在宾室 有 有办法会爆胎 根本侦测不出来 更夸张是什么 我B&W三系列的胎压蒸热器 能不能用五系列 也是不行 没有同意规格 对规格都不同意 等于说市场上有将近 有四五百种规格 结果后来呢 有董事长说 如果我能把它整合起来 变成后一个规格 这个商机就非常非常大 可是问题呢 他即使带了很多工程师 不管在大陆的研究室 或者是彰化的研究室 怎么做都做不出来 顶多只能做到一百多种车辆 结果后来呢 他开始把RF加进去 就通信协定 还有无线传输这些东西 加进去之后 真的让他做出来了 你知道吗 他现在所做出来的 胎压侦测器 已经可以符合 全世界百分之九十八的 一个所谓车种 覆盖率很高 对对对 包括保时捷 法拉利都是一模一样 那这就是他的一个所谓成功 那当当背后的心酸是什么 你知道吗 当时在开发胎压侦测器的时候 他真的很敢冲 很敢拼 他总经理 那种屁屁传的怎么知道 真的还烧下去 真的说自己倒了 你怎么知道 你不要再做了 那做不出来的啊 你那怎么可能做到 一个所谓的无线 而且你要否所有的车子 要否所有的车子 那么 那都是事前事后的题外话 那只是说他现在 他已经进步到什么样情况 你要知道哦 他的毛利率高达将近有五成 什么叫五成 就像我们最近看到一个 非常心酸的新闻 苹果的iPhone6 已经推出来了 那你如果去查一下 苹果的财报 苹果的毛利率高达五成 那台湾呢 这些代工厂商 总共赚七百五十块 我一只手机卖两三万 台湾赚七百五十块 那所以说 它的毛利跟苹果一样高 是的 而且你可以发现呢 为什么在整个胎压侦测器里面 我是最看好为生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在做嘛 不管包括车房店 他们要做所谓胎压侦测器 可是问题重点 如果说你只去观察 它的一个所谓的营收的话 其实它每个月的营收 大家都维持在1.9亿 而且它的毛利率 从2011年到现在 是从四十趴 一口气到五十趴 这是为什么它股价大涨的原因 嗯 好 非常的厉害喔 不过还是要请教这个 比较实际面的这个问题 问一下哪一个了 胎压侦测器 据说在方间的价格差很大 有人卖两千 有人卖八千 差别在哪 没错 其实因为为什么 现在坊间开始出现 这个胎压侦测器 就是为了那个 105年7月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说 你市面上所有的车 不管老车新车 都一定要有 可是我们老车原厂都没有配置 包括像文文兄说的 现在它已经打到全世界了 可是我们以前买的没有嘛 我老车就没有 怎么办 所以坊间出这一个 那我这不知道 是不是也是同一家做的 那这样子我就知道 它买贵的 百分之五十的毛利率 因为最重要 像这一个 这一个产品呢 它是一个蓝牙设计的产品 好 帮我们拿起来 我们看一下 那蓝牙设计 其实它的这个规格 就是说它只要下载它的APP 然后就可以说 你可以在手机上可以看到 所以它跟这个 我们一般传统 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另外一个 大概两千块到四千块的这一种 所以你刚刚拿的是比较贵的 比较贵的 可以下载APP 然后左手这个是比较便宜的 这个比较便宜的是怎么说呢 这个比较便宜的就是说 它就是一个RF 就是无线侦测的一个系统 它跟这个蓝牙插的 就是插在一块基板上 但是这一块基板呢 它的价格就差了一倍 好 帮我们拿高一点 我们让这镜头看一下 像这种应该是这样拿 它整个是有包含了说 这有四颗轮胎 不同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接收器 你只要插在点源器 所以它这个可以符合 百分之百所有的车使用 对 那像这一个来说的话 它的价钱差不多就是说 两千块到五千块左右 那这一个大概就是 有蓝牙的虽然只插一块基板 可是它就是从五千块到八千块 那我们再说 这一个东西到底说 我们在购买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 其实大家都知道 像原厂刚刚文明兄也说 它为什么没办法 让所有的车都使用 因为每一台车 它如果接到它自己的行车电脑 它有不同的程式去写 所以你要共用是很难的 但这一个呢 就是说它可以共用 为什么它是很物理性的就是说 我把这一个气嘴 因为我们现在换轮胎 其实你换新的轮胎 轮胎好像都会把你的气嘴换掉 现在都有这个 这样的服务 那文字要把这个气嘴 放到那个 我们锁那个气嘴的螺丝 用这个取代 然后放上了水银电池之后 它跟它就已经对上了 OK 那对上的时候 我们就 刚刚Eric也说 它有什么功能呢 它就侦测温度跟压力 譬如说你可以设定 譬如说假设你正常是30 那如果我设定29它就要叫的话 你可以设定它 OK 因为每一台车不一样 就像刚刚文恩说 所以它好坏的差别的话 是要怎么调 差别 我就说为什么有人卖2000块 有人卖5000块 差别最大的地方 其实是在它接收器的地方 OK 它这个接收器 有的它就像刚刚Eric说的 法规规定是在10分钟之内 可是它的速度是有差的 所以它是插在里面 外表是看不出来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市面上的品牌 实在太多了 那我觉得说只好去找一些有口碑的 看看它制造厂商是谁啊 这样子 可能还可以买到那种传说速度比较快的 就等于说其实在 对这个就是可以自己装的 然后大家都 小工具其实它是一个防盗的功能 因为你装在汽嘴上 没事人家拔掉 你就发现你的轮胎怎么有一个煤气 现在还在啊 原来是这个被拔掉 但是被拔掉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没有对码 没有连接器 对你没有对码的话 其实你拔回去是没有用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贵跟便宜的差别 好像是在连接的速度 到底是快还是慢 这样会决定了 这个胎压券这期到底是要卖的 比较贵还是比较便宜 这个便宜总是没好货 这个还是提供大家来参考 除了包括了这些之外 能管回来 有更实用的资讯 如果现在你想买车的话 尤其是落在了小车 小资族现在想要来抢买 人生当中第一台车的话 有哪一些性价比非常高的小巨人 我们稍微回来 柴连全球销售第一车型 福特Focus 全新进化 你将重新定义未来 APA主动式路边停车辅助系统 挑战百万等级车款的想象 别说不可能 全国唯一59万9 一次拥有跨级配备 邀您体验 福特Focus 全球销售第一的魅力 Ford 入主福特 想低月付5888 零利率再送五年延长保固 吃麻辣锅 又喝酒 让你的胃不舒服了吗 还好 我有准备 极胃腐蚀凝胶 极胃腐蚀凝胶 迅速包覆您的胃 有效治疗溃疡 极胃腐蚀凝胶 为您保护为 染发三合一 染护大革命 智慧分色黑白坚固 不含化学成分PPD 十倍葵花精华 护发又护色 美无法葵花染发霜 特效滋润 护发又护色 我们要出国了 要都在听妈妈的话 那是到男的 小刚刚的凡事要小心哦 老公 我忘了告诉你 你的极胃腐蚀凝胶 我已经帮你放在包包里哦 极胃腐蚀凝胶 迅速包覆您的胃 有效治疗溃疡 极胃腐蚀凝胶 为您保护为 世纪外 一个生产要保护理宅 妙馆家洗衣经 独步前台 八百龙所 八管送到一管 每次到八分之一瓶 水跟九万 一七月一管比八管 妙馆家 八倍溶缩洗衣经 七七月 星级三个五% 还有柔软经 洗洁经 好有法式浪漫的感觉哦 那我们也来点法式呢 好啊 一个法式芥末香肌宝 麦当劳法式芥末香肌宝 酸甜浓郁 咬一口就着迷 一加一 一样超值 好拉慢哦 时时都超值 SKETCHERS 夜音系列 发光上市 只有来自 SKETCHERS 机器人旗号 我们将以人类来取代你 目标 好有法式浪漫的感觉哦 那我们也来点法式呢 好啊 一个法式芥末香肌宝 麦当劳法式芥末香肌宝 酸甜浓郁 咬一口就着迷 一加一 一样超值 好拉慢哦 时时都超值 好欢迎回到这个节目现场 我们继续来看到了 实用性的资讯 当然还包括了 说这个小车 到底现在 现在谁的这个性价比 是最高的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说在台湾当中 到底有哪一些 最卖的小车 做一个排行榜 在上头非常明显了 第一名还是 LODGE是在这个 Toyota的Yaris 目前是售价 55.5万元 第二名是在 玉龙日产的TIDA 以及包括中华汽车的 Col Plus啦 台湾本田的FIT 以及上次在这个 福特六号的Fiesta 都是榜上有名的 但还是以这个Yaris 卖的最好 而在价格区分来看 最便宜的是在TIDA这台 52.9万 在FIT方面 这个价格好像跟 我们刚刚提到的U6 有一点点快要追上去了 在FIT的部分是63.9万元 先请Eric来看一下 如果真的要选的话 心中的小巨人是谁 其实我们刚看这个数据来看 其实Yaris前八个月的销售量是 5854台 跟这个本田FIT是2852台 它会低过于这个TIDA的原因 是因为刚好这两部车都面临了 大改款的这个时程点 所以它的销售量会降下来 这个是正常的 库存也慢慢的在清掉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最新的这个Yaris 最新的这个Yaris 在9月10号的时候发表 9月10号发表 那它的这个价格 从55万5 57万9到61万9 那它整个车子已经放大了一圈 放大一圈 对 车长车宽车高 包含心理箱的空间 都放大了一圈 那这个车子其实我在年初的时候 在大陆就试过这个车子 试开之后感觉如何 其实这个是一个亚太规格 其实都 基本上都一样 大概有点差距是 大陆的引擎是新引擎 台湾还是用旧引擎 但是有新的技术跟校条 然后后座的这个安全带 有一点差异 台湾少了一个头 后座少了一个头枕 安全带是中间的安全带 变了一个比较阳春的 两点式安全带 差别不会说非常大 对对对 有小孩的人会比较在意 这个ISOFIX这个儿童安全椅的 这个安装设置 台湾台规也台规也没有 大陆是大陆有的 对对对 但是它为了就是符合这个 价格 CP值 让这个价格能够压得比较低 所以它就用一些些 这些手段来去把这个价格压低 那Honda Fit在今天 今天9月12号 也公布了这个 大改款的这个 与上市时期 是在10月4号 10月14 今年的10月4号 10月4号 对对对 今年的10月4号会在 店头发表上市 那在它这个 屏东厂这个生产线上市 9月15号会有这个下线典礼 那今天它已经公布了 这个预阶段的价格是 六十三万九 六十六万九 跟六十九万九 六十九万九会不会太贵了 不过因为两个车的诉求不同 一个比较科技感 比较潮流新潮 但它的配备上也比较多一点 但是如果说你说让我选择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选择这个Yaris 毕竟这个车子是 我觉得是这样 价格低 然后呢 它的这个妥善率又高 品牌形象在台湾人的心目中是第一名的 那所以它的后手的二手车市场的这个 残余价值也相当的高 再来它省油 虽然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 它用的是旧引擎 旧的变速箱 但是经过这个技术上面的一些客服 做了一些新的设计跟调效之后呢 它的油耗一样可以来到一公升十八公里左右 那跟大陆使用的这个新引擎来说是差不多 没有差很多 但是FIT有比较省油啦 FIT今天公布的这个讯息是一公升可以保二十点一公里 对 一公升可以保二十点 比二十点一对 但是我们觉得换算下来的话就是大致上这个平均车价会差八万块钱 八万块以现在油价水平来看 大概可以有买两千两百多公升的汽油 那一公升差两公里啦 所以其实聪明的消费者自己会算 但是我选压抑制是因为这个可能是我短程的代步车 我买给太太接送小孩的车子市区跑一跑 那开一开就两三年就换车它的非常保值啦 就还有参与价值可以继续使用这样子 好 这个保值性还是这个Eric来考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啦 那乃哥呢 乃哥考量的是 其实这五台啊 其实要我选的时候啊 我真的伤透了脑子 怎么说 因为这五台 总会有一定的喜好啊 这五台其实它的产品很接近 它的价格带也很接近 不过就像Eric说的 Yaris因为刚大改款 Fit即将改款 那不用说Fit一定是很高价 那Fiesta我们都说欧洲的设计啊 然后安全系数又高 就长得很像小马丁对不对 没错 一点都没错 然后我如果要选它的话 我会选它1.0那EGO BOOST的那颗引擎的话 它的价格又太高了 所以我选了一个可能会跌破大家眼睛的 我选了中华汽车的Cold Plus 小可 对 为什么我要选这一部车啊 其实我的出发点就是说我除了你要 除了我自己的专业来看这些这五台车之外 我也要为消费者去着想一下 那消费者需要的是什么 它有很好的空间 第二它现在是目前这几台车中可以说最省油 Fit还没出来不知道 第二它大概已经上市有一小小段的时间 大概几个月的时间 那这几将近一年的时间的话 它的产品的成熟度 包括它的After Sales After Market的Sales Service 都可以做到比较完善 那再来的话它的空间 它的空间会比替打还要大一点 为什么它已经是一个有点像五门小的MPV的概念 所以就是说你一般的小家庭大概可以使用 那大家最在乎的油耗 你可以选这一台 再来大家在乎的钱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什么科技都没有 什么科技都没有 其实大家心里的压力会比较小一点 就是说在维修的时候 你的压力会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说它既然省油 车子也小小一台 然后空间也够大 所以我觉得它非常适合 不管年轻人 或像我那种单身的一个人 还是有小家庭的那个Eric 或者是文恩兄 再买满的钱去买那个 满骨料套 对 这些人 我觉得它都非常的适合 好 不过据说在这个小可的这个外形 好像跟老可有点不太一样 对不对 好像是这台的 小可的外形比较适合男生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 对 现在其实我觉得不管Yaris 跟Fit即将改款的 还有Core Plus的这些造型 都有一点类似 就是说它线条感比较重 对 可是我们会发现线条 大家都会想到男生 可是我都不这么想 我都觉得说 它有没有让你觉得 更摩登一点 更未来的感觉 要留线一点 对 它是一个未来车的展现才有 而且不是专属男生 好 最后请这个文恩来看 这个心中的小车 那么可能大家要骂臭头 为什么选一台最贵 那其实呢 我刚刚跟大家报告过 省油真的不是我考量 开车是要开爽的 我喜欢马力大的 那么为什么选择Honda Fit 其实你仔细观察 那个Honda的车 在马路上 每一台都改得非常非常漂亮 因为它真的很多零件 都可以从日本进口 做一些改装 所以说它是这里面 同级当中的话 马力最高 高达120匹 那么而且改装零件 讲坦白的 也蛮好取得的 所以说从120匹 拉到200匹 应该算蛮容易的 你说米子必须 有没有再改装 改装下去会不会 不要说解体 比较不安全 那么然后更重要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 所谓的保修率 也算是蛮低的 所以说这是我为什么 去选择Fit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只是说 如果说你认为 它价格稍微高 我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谈到U6 我认为说 你不妨加加去买U6 对啊 也没加个几万块 就可以改到U6 不过刚刚提到 Turbo的部分 其实问一下Erika 在这些小车当中 其实如果真的要讲求 马力也是可以改装的嘛 对其实 在台湾的法规是不允许 原本没有涡轮增压系统的车子 去加装任何的涡轮增压 或是机械增压系统 但是现在在这个环保要求 一次抬头之下 这个都是 在这些小车当中的